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Dame,也就是今天的中译法的部分。 好,第一句话,只需要登上爱菲尔提达,就能一览整个巴黎城的风景。 看到这句话,你是不是觉得很清楚应该用哪个短语呢? 我们说只需要什么什么就够了,这个叫做, 其实你可以简化这个句子,只要意思传递到了对方明白就可以了。 好,你先写一个简单的句子,然后我们再自真剧着地去修改它。 OK,来看一下, 你也可以说 pour voir都巴黎,也可以说 pour voir le panorama de Paris, 都可以的。 好,看到整个巴黎城的风景,也就是看到整个巴黎。 好的,这是第一句。 来,我们来看第二句, 他们迷路了,他们本应该在第一个路口左拐的。 好,他们迷路了本应该, 看到这个词, 本能够,本应该只有这节课的重点, 用条件识的过去识表示一种责备。 OK,应该叫做devoir, 本应该前面的avoir变成条件识, devoir变成过去分词, du,好,可以试一下哦。 好,迷路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êtreverdu, 好,我们来试一下啊, devoir刚才说过啊, 左转, dourner à gauche, 没问题了吧。 OK,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然后自己先写一下。 好,我们一起来看。 ils sont perdus dans la rue, 他们在街上迷路了。 ils auraient dû, OK, ils auraient dû, 条件识的过去识,对吧? dourner à gauche, au premier, carrefour, 在第一个路口。 他已经准备好离开这座城市, 远离亲朋好友, 我们学过的短语有, 准备好, 叫做être prêt à, 好, 第二个叫做远离, s'éloigné de, 好, 知道了这两个短语呢, 就可以写得比较好了。 好, 还有一个离开叫做quitter, 这个是应该知道的动词, 好, 看一下看, 看一下看, elle est prête à quitter la ville, et s'éloigné de ses proches, voilà, 好, 来最后一句话, 一旦签订了劳动合同, 雇主就不能随意解聘雇员, 好, 一旦怎么怎么样, 就怎么怎么样, 这个叫做une fois, 好, une fois加名词加过去分词, 对吧, 叫une fois, les comptes assignés, 雇主, l'employer和l'employeur, 一个雇主, 一个雇员, 不能随意的解聘, 解聘这个词应该用什么呢, 好, 应该用的是 envoyer, ok, envoyer quelqu'un, 好, 里面呢, 里面有一些小小的, 这个可以推敲的地方, 就是不是说出来就一定是长这个样子, 你要做一些词的调整, 新书配合等等, 啊, 你可以自己写一下看看, une fois le contrat de travail signé, l'employeur ne peut plus renvoyer les employés, com'il veut, ok, 随便, 随意, 这句话在法语当中的表示, com'il veut, 比如说我们这个女生啊, 被请出去吃饭, 经常会说, 哎, 男生问, 你要想点点什么呀, 你吃点什么呀, 女生说随便, 那随便这句话呢, 应该怎么说呢, 叫做, com' tu veux, com' tu veux, 你想点什么, 你就点什么, 对吧, com' vous voulez, com' tu veux, 好, 所以随便叫做, com' il veut, ok, 好, 这就是这节课的中语法的内容, 这节课的中语法的内容, 是什么, 这节课的中语法的内容, 这节课的中语法的内容,